国际师子会二区中华民国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联合会 制政花联县玉东国中等三校弱势学生奖学金 那么现场徐真卫感谢热心工艺嘉惠花联学子 国际师子会300A2区与中华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联合会 26号下午在花联西福大礼堂举办制政花联玉东国中 热和国小以及民意国小等三校加进清函做事学生奖学金 决赠仪式尤其许正为代表受证 总计提供15万元奖学金给花联县国中小清函学生 为花联弱势家庭注入一股脑力以及力量 师子会的师兄姐我们师子家族能够跟我们的A5区 我们和他一起共同认识而且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公益 以及花联我们很多这个进步的力量 更给予我们学生孩子很多的温暖体系 我相信我们孩子一定会珍惜这所有的资源 在这里也请我们三位校长可以带回去 我们一个是在名利是太鼓泽族的这个孩子的学校 一个在我们玉东是玉东193 你们应该会有经过 193是花联的这个阿伯乐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概是六月左右六七月阿伯乐满满的黄色的这样子 这个像黄金之花非常的漂亮 那个可以来齐齐 那另外是乐和也在193上面 所以是阿美族的学校 谢谢 这次活动从3月18号到3月27号为期十天 至台北市出发 以匿时中方向走遍台湾本岛各县市 总公里为1008公里 每到各县市政府经与县市政府广场举办奖学金卷择仪式 一去全台实质受惠中小学达92所 受资助学生七百余位 希望借此抛张允育 吸引更多社会人士关怀弱势学生的教育资源 以及环保贩毒等议题 记得join黄色老